中国的传统社会 很多做了妈妈之后 都会留在家做一个全职妈妈 其实现代很多年轻一辈的妈妈 对自己的事业都非常重视 可以家庭事业两边兼顾 适逢澳门近几年出生率非常高 市面都非常盛行 就是婴儿用品店 今天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位 非常年轻妈妈 去经营一间非常好的婴儿用品店 你好 Nicole Nicole 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种生意 你会选择婴儿用品去经营 因为其实应该每一个年轻人 都很想去创业 应该澳门有十个年轻人 七个都想创业 我也不例外 为什么呢 一开始我是想开时装铺 但是时装铺这一行 实在太饱和了 而且刚好我是毕业后 刚好生了BB 生了BB之后我就开始想 因为我之前自己也赚到一笔钱 我就想着 那开什么呢 还有我自己在做过一些调查 我就去统计局做过调查 近这两三年出生率其实是很高的 是的 每一季到是千多个小朋友 每个月有五百多个新生儿在澳门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有得做的 这个市场 而且另外其实我是几年前 已经开始有留意一些 比较贫困山区的小朋友的生活情况 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 不会像港澳地区有足够的医疗设施 这样到了BB出生有什么事了 他们连基本接生的工具都没有 其实我是几年前已经很想 如果我将来自己有机会可以创业的话 无论是什么行业 时装也好 或者是什么行业也好 我都很想去尽自己的努力 就是自己去赚钱 将自己的收入一半 我不会说将全部 因为都要生活 将一半捐出去 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 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漫长很漫长的一条路 对于这间婴儿用品店 青年企业家协会认为 婴幼儿产品利润低 而且澳门市场小 同业竞争大 舖租成本高 要守住其实不容易 可以借助社交网络争取客源 合谈品牌代理增加竞争优势 以及提升利润空间 刚才听你说 你自己做事 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就做生意 那过程有没有去集资 或者是用了多少钱 我没有集资的 全都是我自己的钱 大约是100个宋 因为现在不仅的 舖租比较贵 而我去做这个心愿 我刚刚说的那个 我自己上去 其实最大的阻力不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就是租金 中银中小企服务中心建议 企业在营运初期 及早与银行建立来往关系 将日常收益集中在银行账户处理 有助日后融资审批 那店银行经营了多久 以及现在的经营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开了大约三个半月 现在经营情况基本上都算稳定 每天都会有固定的客员进来 还有会有很多回头客 还有很多妈妈 特别住在附近的妈妈 很喜欢带他们的宝宝来玩的 我们都很欢迎那些宝宝来玩的 因为其实每个小朋友进来 他们的笑容很天真 跟做时装不同的 真的很开心 就算他们不买东西 他们在这玩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玩 一天的时间都会觉得很快 很开心的 每天都会 特别是放学 托儿所有幼稚园科学 很多妈妈会带他们的小朋友 进来玩 就跟他们一起 其实基本上很多熟客 都已经认识了 生产力气科技转移中心 高级经理李爱伦表示 婴儿用品熟引导消费行业 店员的销售 沟通技巧固然重要 但是更关键的是 产品说明的技巧 建议加强产品销售培训 让店员学习 用更加具吸引力的方式 去推介产品 非常欣赏 你就用公司的收入 有部分作慈善的捐献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公司对社会的责任 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当初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几年前 我就已经是相信一个道理 一个人成功 你不是要自己赚到多少钱 其实一个人最成功的是 因为你的存在 有多少人的生命 是因为你而受到影响 或者 我是一个月可以赚到一百万的 没用的 这一百万是你自己的 其他人不会因为受你而影响 但是如果你赚到一百万 你可以把这些钱去帮助一些 是真的很贫困的 或者是生活在很低下层的人 那这班人呢 会因为你生活得到改善 这些其实才是真正的福气 澳大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与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刘丁杰博士认为 中小企业要找出自己与市场其他品牌的差异 并集中地 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 推出连串的重点活动 建立独一无二的品牌形象 并且在初期阶段适度让利 争取消费者的青睐 同时强调澳门父母亲所重视的附加价值与教育功能 才有机会在短时间冲出一定品牌的知名度 好欣赏Nicole 除了生意经营得不错之外 亦都兼顾公司对社会的责任 这份心意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今集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